哈囉大家好我是SV科學歌唱的富安老師 今天呢要教一首和音非常困難 非常複雜的男女對唱神曲 周杰倫與張惠妹的《不該》 在講解這首歌以前呢 我們先來聊聊即興和音 相信大家學和音的原因不外乎 就是看到那些歌手 信首年來就可以幫其他歌手和音 感覺哇好像很帥 我相信大家更好奇的是 要怎麼培養即興和音的能力 關於這部分呢 我們要先來講一個樂理名詞 就是相對音感 就是一個呢 能把音程記住的能力 其實呢每個人都有一些簡單的相對音感 像是隨便給你一個音 要你唱出八度 你大概會知道 Do 像是最常見的 Do Re Mi Fa So La Si Do 我相信很多人都做得到 也記得起來 以上呢是比較簡單的相對音感 但是一些比較難的相對音感 像是高三度 Do Mi 你沒練過的話你可能就唱不出來了 那厲害有相對音感的人呢 就是你隨便一個組合 他都判斷的出來 像是 有相對音感的人他一聽 哦這就是 當然呢今天要教的是周杰倫部分 那也大部分是和低三度 和音的練習三步驟 第一呢先把和音當主key記住 第二呢把和音配上伴奏來練習 第三 嘗試聽著主key唱 那我們先來示範周杰倫部分吧 音樂 學弟裡想愛他們說你假意 天靜止是永不會壞 剛愛的狀態卻不會永遠 透明風的透明的存在 輕輕飄留下來 試下的夢都跨得太快 或許我們都不該醒來 讓我們微笑離開 讓故事留下來 放手後愛依然在 雪融了就應該花開 遠落近了就不該再重來 我離開將你的手交給下個最愛 哦不值等待 煩惱是另一種傷害 彼此緊握的手受害 卻擁抱更多未來 嘻試看 又是一種傷害 又是一種傷害 你以前就請來 有在唐山下了 翻臋 絲 剛才 有 未來 100 ! 音樂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樣的教學 又想要我講解的主題也在底下留言許願 我是SV科學歌唱的福安老師 我們下次見掰掰